星期三晚 决战中環 现在越来越早 就分大家时间 难得养 可以有时间出来 今晚刚刚吃完饭 顺便上来 我当然顺便打劫她的 养她 但根本就是 全世界都好东西在发生 不是香港 香港就为了 无心 为了四千元就吵了 就是一个很疯的 为了四千元 全城 全城 不知道做什么 都吵了这么久 没什么好吵 全民都吵了 没什么好吵 难得有这么好的话题 个个都有兴趣 包括都拿得大的 稍微都可以说 各岛里要牺牲哥尔夫球场 还是牺牲你家庭公园 不是地上司 他宁愿要省钱 要给几亿的行政费 都要省钱 是 都不肯给你 买几千元要搞这么多行政费 还搞到天路人羽 上次奉波说了 灵雨外敌 不遇 是 国际上 当然是中美贸易 还有会见侵侵前 金仔外访 金三世肥仔金 突然间秘密外访 第一次外访 第一次外访 还有他习大大 还有他习大大 很多东西要说 今晚 难得早开播 直播直播 阿弱你想说什么 不如先说金仔 刚刚走了 这个跟中朝历史渊源 很多东西要说 绝对要说 算不算他现在是凡属 来朝拜天子 有点像 大家知道清朝有个李凡园 突然间新周边的凡属 就过来你这一道 去拜会你 向天朝上国 说我会跟其他国家 怎样怎样怎样 交代一下 是的 你呢 麻烦你了 天朝上国 经济上各方面 给多些好处 因为以前中国的朝供制度 为了叫做怀远人 体现上国 怀佑政策 对了 上国的气度 天子 你来朝供 你给一点点东西 我给多多东西 拿贡品 随便住菜 就可以了 但是朝鲜 说到尾 你怎样威也好 大家都知道 北韩一定要靠中国撑住 百老都是 由金三世之后 爷开始 爷那代开始 至今都是这样 朝鲜战争开始 是 1950 可能一百万左右 中国人民志愿军 真是死在朝鲜半岛 没有他们 没有那个战司底 金教和朝 一种和龙的年 已经打到鸭沫缸 大家看看90年代是長期饑荒,經濟長期落後,甚至長期饑荒 那誰撐住你的政權呢? 一向都是中國 最近禁案搞得很嚴重,嚴重到甚麼地步呢? 你進入原油車,你在海上秘密交收走私,被人捉了 包括香港公司 香港的身影 那些香港公司的背景是否真的地道,香港人開呢? 香港沒有軟雞籠,你就知道了 剛才說的是何志平 大家都是何志平,就是這個污仔 香港有很多白手套 大家明白了,所謂金山勢,你怎樣位都好 美國總統現在去見你,其實給金山勢 你都不能夠不給習大大面 相信今次說金山勢突然間公開跟習大大說 未來四月會跟南韓的美國會面等等 習大大是應該不高興的 是吧? 先看看,大家看到了嗎? 肥仔,肥仔看到了嗎? 看到了 你現在在YouTube看,是誰看的? Facebook的YouTube也有 Facebook在看,不好意思 Facebook出來了 Facebook出來了 OK 不好意思,大家為免掉了 不是我們三次傻落在這裏說 看不到的 如果聽眾是看到的話 不妨也發個訊息 我看到 我們都知道,可以繼續 報到報到 大家很開心、很眠 不過我還沒收不到 抱歉 抱歉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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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播出來了 我們是一樣的 可以肯定一樣 你習大大一定不會那麼高興 是吧? 撐了你金家三代 那麼多年了 死那麼多人 付出那麼多 你現在周圍在我旁邊 放核彈 中國已經很不高興 甚至之前還爆出一樣 北韓對中國越來越不客氣 現在越來越不客氣 甚至對習大大都很不尊敬 說會炸北京 是呀 那你現在還說和阿欽欽要抱一堆 你現在是否想投向這個美國 你的傳統敵國 然後幫美國孤立我 甚至圍堵我 北京是害怕這一樣的 反而這個背景就合情合理很多 就不是什麼朝拜不朝拜 就反過來 沒錯,朝拜是開玩笑的 金仔已經難得爭取到 美國佬和川普直接談判 金三世好事 前面金一世、金二世未做不到 都做不到 他現在爭取到機會 直接可以和這個美國佬 直接談判 對於北朝鮮來說 外交大突破 是否真的有突破 不敢說 至少姿勢似樣很多 但如果從中國、北京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朝鮮半島 尤其是北韓 是很接近北京 你和東北是聯合的 你是很接近北京 飛彈幾分鐘就到了 沒錯 中國歷史上 這個朝鮮半島一出事 就動搖到它國本 徐朝是這樣的 三貞高麗 無鄉、無東、狼、四哥 沒錯 三貞高麗 結果徐陽帝被人家居埋 唐朝、唐太宗、貞高麗 只是蓋蘇文都搞不定 結果唐太宗當時 算了 收爹了自己 不要玩了 基本上 明朝的邊玩都是在東北 明朝就慘了 但你送了不用說 廖金在東北 然後滿清女真也是在那裏 明朝那個萬曆年間 跟日本打了七年 真是奪他命的 就是朝鮮戰爭 朝鮮要奪七年 接著甲午戰爭 不用說了 又是真是令 和起東北 歷史以來都是 所以為什麼 他不惜任何代價 幾十年又撐著這個北朝鮮的政權 明知是 這件事是我的包袱 我都要死很重 我都要背著 因為這個牽涉到 北京政權的穩定 本土穩定 是很重要的 他就拿著北朝鮮來 現在就說這個人肉 即是Cushion 即是有人衝 因為他南韓有什麼人在駐紮 就是美軍 在南韓駐紮 如果你北朝鮮塌 你是直接和一個有美軍駐紮的地方連接 而且是很接近北京的 上次吵到拆天 就是美國人 將那個防禦 南韓系統擺在南韓 反導彈系統 反到 反到 防禦都不是攻 都已經夠頭髮 到你陸光 真的直接牽涉到有美軍的勢力範圍在那裏 他真的為何要操過鴨陸光 紅狗狗氣昂昂操過法陸光 還有北朝鮮的體制 他養了那麼多兵 對大陸來說 其實他用資源養了那幾十萬 做他自己的盾牌 一定是有數 他一定要這樣做 你自己不會揹這個重擔 過多人戰爭 反而我覺得金仔 其實他的姿態 都是很明顯他在收招 已經收獲成果了 收割還是收割 問題就是 始終最大變數是甚麼加科 川普說是跟他聊天 誰都知道是有鏡頭 電腦就狂人 到底川普到時會出甚麼牌 大家未知 起碼是開口牌 其實依然是要求金仔 無條件放棄這個行動 而這個也是當時 亦到現在 聯合國的禁運和禁制的先決條件 你說會否可以反過來 解除禁運才能容許 你慢慢解除核武 不知道 放棄金仔肯定不肯放 當然 最大的王牌 他賴以求生 難怪不得說 他犧牲了幾代 九十年代的饑荒 很多原因都是因為 你要勒緊的斧頭 因為金二世搞定是沒有計劃 金三世搞定 他已經有一個成為准核武的地位 這是官方一直要求美國承認的 即是已經有核震攝力 他已經有這個王牌 他絕對是世界上已經肯定是其中一個 已經承認核武國家 除了中英美法俄五個之外 還有印霸 伊朗未必有 未知識 以色列估計有 不過他沒有公開承認 北韓肯定已經公開承認有 不過最得人驚訝的是北韓 因為最不安定 最不安張出牌的那個就是他 所以現在過癮在不 那些老頭就狂人 這麼搞定 也沒有常理的 但沒有常理得來 我們不要理我們政治立場 金三世 別看他年輕 他的確在外交 甚至內政政 他的確是一個強調的 內政不能講的 外交還有美女牌 在這一刻 試過幾天都沒有見過 內政已經把一堆顧名大臣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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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講事的 大佬 是大佬都堆暗了 那堆顧名大臣 你看我小子 我就一個個拳決也好 拳決也好 搞定你先 大佬都已經全部暗殺了 大佬直接是馬來西亞居來 還逼馬來西亞連屍都要運回北欄 這刻又是令北京非常不高興 難以控制 外加上我炸幾個放幾個核士 接著美國人本來哭打哭殺都被我拉出來 可以直接又和美國破兵 南韓都要去 他玩奧運外交 這全部很聰明 結果連北京都猜不到他和美國破兵之後 真是你和美國打龍通 那是至我於河地 所以這刻到底是習大大 不要說虛惠以待 禮言下事 請他過來談 還是他主動要求 現在只是眾說新聞 不知道的 其實北京一向都想通過外交談判 去解決北朝鮮問題 最重要是穩定朝鮮 最重要是穩定 它不想出事 所以這刻基本上是一拍即合的一件事 但是依然最大的一個未知數 就是特朗普會玩甚麼牌 因為如果現在北京說放暖風 希望可以解除禁運 如果解除禁運 你都不能擾國聯合國 今天是大哥 當然也肯定他去到北京 會要求提供甚麼援助 甚麼援助 我又給你某一些東西 例如我少一些核事 停止核事 跟美國人會面的時候 之後我都不會肯定 一定不會投向美國 不會幫美國去維持保理 因為無論越南怎樣 美國已經不想要 因為這個精彩 越南始終在南面遠 戰略地位重 越南世仇和美國人 都可以攬頭攬頸 越南一向都是親美的 只不過當時美國是看不穿越共 其實是想怎樣 因為越共 共產黨當然是親中共 其實不是這樣 越共 錯判 絕對親蘇 絕對錯判 避迫親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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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時中國人在上面 美國又不肯幫我 那我怎樣 我迫著金蘭灣被蘇聯 親蘇迫著 越南其實一向是親美的 一向都是親美 連胡志明自己都是 而他們最忌諱的是中共 沒錯 中國才是世仇 在南越手上 在1974年 當時老等設計 在南越手上拿西沙 當時的北越越共政權不生氣 我擺明將來南越就快 當我西沙就是我的 你現在這個時候來動我 喜美美住 在蕭公說起世仇 整個越南民族的建立 是去中國化而建立的 是啊 因為傳統上 尤其是在北越 接近中國接壤那個地方 其實是曾經屬於中國的 是啊 如果說自古以來 很明顯是先過很多地方 自古以來 越南抗中的歷史很深厚 是啊 明治的黎朝是怎麼來的 越南的黎朝是怎麼來的 就是黎太祖 嗯 在那個越南最大的湖叫橫劍湖 神龜那裡給他一把劍 他就拿起這把劍 堆壞明朝的軍隊 令到越南獨立 這些是民族神話 沒有 民族神話 他相信這一點 搞定 民族的確是一個很明確的民族主義 是很強的 是不是 如果越南也是這樣 東北那段 朝鮮一樣的 朝鮮一樣的 其實它的矛盾從來沒有消失過 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件事 就是朝鮮族的祖先的皇陵 現在還在遼寧境內 你怎麼搞 還有你追溯歷史 如講自古以來 你那些什麼渤海國那些 渤海國那些 所以如果你說自古以來 他們都有他的自古以來 主要是民族主義這一下 中國的極點頭痛 極點頭痛 你剛才說民族主義 我們說回中國有一個朝鮮族 也是一個牽涉到民族 中國最敏感的民族問題 十幾年前 南韓曾經考慮一件事 就是給中國境內的朝鮮族 歸化 對 歸化 甚至是承認他們有公民權 這件事中國是很害怕的 直接又生氣又害怕 背後和南韓 大家砌碰它 如果境內五十五個少數民族 其中一個給你另一個國家 承認有公民權 其他那些怎樣 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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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尤其是朝鮮 尤其是朝鮮真的太接近北京 他是特別怕這件事 禍近心腹 如果北韓一亂 你想想現在 近幾年很多時 北韓很多屠兵 走去中國 脫北 脫北之外 有很多人去打劫 抗餓 都沒有食 由北韓士兵變成賊 白土匪 結果 樓扣就是這樣來的 一小量的樓扣走進來 中國便說 邊防何掌食彈去追擊等等 但又不敢出聲 其實很多時候 你影響到北邊防的安全 還有不要忘記 緬甸的邊防 果敢一帶 經常有去緬甸的炮彈打進去 去雲南那邊 其實中國南面西南、越南 如果連朝鮮東北面都出事 新疆已經很緊張 新疆已經很緊張 你真是四面都有事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這次習大丹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逼金仔 大家交換一些條件 所以金仔這次去到北京 就是紅地尖歡迎 大家難得有機會給面 中朝友誼 只是談過 問題是這個變數最重要 你未知侵侵會發生甚麼事 到底肥仔金和侵侵坐下說數 說甚麼條件 大家都說不清楚 大家都不知道 金仔肯定為自己利益優先 你預算了 以性格來看 他又不相信你這個 又不相信你那個 他確保自己淺秋萬世 大家明白嗎 最好金三世最好就是 我吃兩家茶禮色 沒錯 這個最有可能 經常吃北京不夠 我吃美國更好 因為一邊給你 你變成是被人買起的 你兩邊拿平衡 是這樣的 而且他始終是小國 小國最好就是大國之間拿到平衡 吃到盡 俄羅斯、中國、美國都吃到盡 南韓肥肯定吃到肥仔蜜 南韓軟弱 我吃眼你 他不能不軟弱 你敢打仗嗎 現在 我欺負你四次 而且南韓出的領導人 近這幾屆都不堪 很不堪 一太不堪 朴正希是怎樣的 朴正希的女兒就是這樣 然後現在文在寅 被人操控 被神棍操控 文在寅人類似一些軟弱左膠 他是左膠 你最怕是出朴正希 不是 出朴正希 為老爸朴正希 那類的東西 北韓才怕 南韓現在軍隊都不成氣候 根本他已經發展到某個地步 已經不是北韓那種 一齊死的那種 戰後那輩 經歷過韓戰戰火的差異已經退了 1953年之後 所以你說南韓現在打不把刀 漲大其實都很乘移民 真的乘移民 等於台灣現在 真的 還有他有美國的保護 之中心態上都是覺得 倚賴比較強 倚賴性 也不打算打 反正美國人也不只是單元保護你 台灣人有幾個子不爭 怕你竊物 台灣最不爭 你不敢給武器 你怕你竊物 求共那怎麼辦 被人欺慕著 很古怪的平衡 但美國好像肯定打台灣牌 打的了 台灣牌就打的了 北京就正如台灣 掌握著美國一樣 所以美國 比台灣 就變成了 更加一個旅遊法 上次他在台灣 入境美國辦 直指不陳 一地兩劍 台灣一地兩劍 不過是美國 變相是另一個美國的 另一個海外飛地 這個 激到北京窄窄 直奮 有一個句 我來講 一地兩劍 這下誰教的 北京教的 逆旋路死很多大陸的人 美國人就學了北京 我知道 我又教一地兩劍 不過放在台灣 不過很遠 隔一個太平洋 你想想 中國那些人 連習近平的女兒都移民美國 宣誓 還宣誓效忠 你有得移民美國 大陸那些人游泳也游去台灣 你看看北京美國大使館 排幾場 身體最誠實 腳最誠實 昨天反美遊行 接著第二天就去 反美是八口 去美是雙腳 我一定信人的雙腳 身體最誠實 氣官 身體器官 口罪不誠實 就算人已經在美國 都是繼續說自己愛國的 信一成 信他一成 還有外交 未來朝鮮的外交形勢 頗值得留意 侵侵和肥仔金 都是一種狂人形象 不照常理出牌 即是不照常理出牌 但習大大起碼在外交上 他是比較正路 他都想強 他都想強 但相對來說都是比較正路 但他身邊現在對著這些 包括菲律賓 杜特爾德 現在是菲律賓第一個瘋的 狂瘋老政治 在國際上 全部瘋了 鬥瘋瘋 你習大大就不夠他們瘋了 他抹在外交上 正如你剛才的分析一樣 中國四面受敵 你動輒得夠 他敢瘋得去哪裡 你嘗試瘋瘋瘋 你嘗試瘋瘋瘋瘋 這是很艱慢的平衡 明白 現在國際上瘋瘋政治是另一套 問題是瘋瘋瘋瘋瘋 是中國被人禁著一頭 大家反而少留意這件事 表面上看起來中國很強 但大家計算一條數 正如如剛才所說 金螞灣給了美國軍事基地 肥仔金直接跟他親親聊天 隨時不理北京有甚麼要求 台灣已經開了一地兩檢 直接通過美國 然後繼續 西北也是小數民族作戀 東凱在打個陣 令日本已經在買美國軍兵 說了會見軍 甚至美國將來有機會 可能容許日本擁有恨武 還有不要忘記 西南緬甸印度的影響力 不要開玩笑 印度一向是親西方 剛才打完第三次大戰扔石頭 你哭打哭殺沒有用 給你多二百萬 大家顧全面子就算了 緬甸開放民主政治的時候 第一件事 停了中國和緬甸合作的水電站 其實不是說緬甸真的想停 還是不想停的問題 但我為了與西方示好 拉西方來平衡中國在緬甸的影響力的時候 你小國一定要做這些事 你與中國在某些合作當然要暫停 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一定要拉近一點 每個人都怕你中國吃了它 你這麼大一件事在我上面 我害怕 循朝開始已經玩了這件事 叫做軟膠近功 你遠方美國歐洲那些 它不和你朋友 不過你接近它那些 怎麼辦 越來越何 所以為何緬甸和果敢那裡有用兵 果敢那裡有很多地方武裝 聲稱自己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甚至用中國軍隊的編制 喊中國軍隊的口號 在中國古代 叫這些就叫做義民 即使是受法案 主動歸順的 主動歸化 主動歸順的 是中國怕引起更大的外加 或者國內的民族問題 就不敢承認 但國內其實有很多憤青 愛國之類的 為何有人據我們這麼忠心 難得 是的 有人很歸負 是的 為何被緬甸打成這樣 我們都不幫他呢 不然而已 這麼多緬甸的移民 走進來雲南避難 你給食物後 叫他們回到那邊呢 其實這些籌碼從來都被出賣 大家心照 是的 你不看以前東南亞排華的時候 哇 慘了 你明白嗎 東亞排華的時候 你不要跟中國出了很多聲音 很慘 華僑是一個籌碼 籌碼而已 他們把美國戰艦運回美國 當時當地一向很愛中國的華僑 有一句說話 寧慰美國狗 不做中國人 因為當一個赤簡這類的政權來到的時候 第一個殺的就是華僑 華僑有錢 有知識 這一群人一定要第一個死 而且不是自己人 沒錯 不是自己人 動了你華僑之後 才動你瑜伽 有些也不是說我黑身說什麼 但基本上你問一下土著 其中一個最反感的嘉賓 就是中國僑民去到任何地方 都永不同化 大國三民主義 你的文化東西都知道 我不是說土著值不值得尊重這件事 反過來 你在別人的地方 明白嗎 你不跟別人認同 不是同化 我即使不讓你改姓 改名 諸如此類 人家的風俗習慣 生活方式 你都完全不尊重 這件事很嚴重的 如果大家去東南亞旅行 你會觀察到的 其實中國人的社區是自己圍著的 所有風俗是自己圍著自己 基本上很明顯是一個殖民區 所以當年印共的大部份支持印共的人是華僑 他們自然而進步 結果當1967年蘇哈圖派華的時候 鎮壓印共的時候 華僑首當其中 問題是他們又親共才死 又是站錯邊 因為他基本上是排共 但親共的主要是華人 是華人 而且他怕華人是用那個所謂入攝的位置 所以不能封殺 你是總不認同當地民族 你從來沒有尊重過 而且以前是殖民時期 沒有所謂 因為共主是鬼魂 也是鬼魂 在戰後說一個獨立的民族建立的時候 突顯了到底是李忠淵的事 沒錯 去殖化的時候 他們是新建立的民族國 東南亞民族國 懷疑這些華僑對國家的忠誠 所以有甚麼事呢 再加上共黨作亂的那個年代 真是親共 你說甚麼 你想想毛澤東一聲號召 多少熱血青年在東南亞回去服務共產黨 馬共 就是了 馬共的大本營肯的福建 人家問你愛國嗎 你說愛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死吧 漏把 不過有一個國家有少許不同 就是泰國 泰國的融合本地化相對來說比較成功 華人融合是做得很好 這是真的 還有泰國也沒有經過一個殖民 沒有經過一個殖民 他沒有直接殖民 他是附庸國 是的 因為有個勢力平衡在這裡 我記得前年 跟蕭公講過一集 泰國的殖民 特別講泰國近代史 還有整個泰國近代的東西 這裏都有講過 是的 泰國 所以以整個來說 變成中國由1949年之後 在東南亞外交上的一些創 加上你在東北亞 甚至是國內民族政策的一些問題 現在結果出現一個地方 一個地步就是 真是死命受敵 越來越不穩 去到新疆 二十多年前我去新疆 都已經覺得有種緊張的落味 現在人們去新疆說 真是十步一缸 五步一騷 好像很安全 但氣氛就不夠 基本上是監獄 你覺得安全 令你很抑壓 很不舒服 甚至去到西藏 人們說已經不是以前的西藏 很抑壓 那種感覺 抑壓的後果就是爆炸 這麼慢的事 蒙古又這樣 西北又這樣 西藏也是這樣 西南也有事 南也越南也有事 東北亞 直接在門口 香港派代表去台灣參加這個獨立運動結盟 身為港獨立 又假變真 多謝梁振英 還有一個梁振英倒他 加上台灣又變成了美國另一個 又是你自己搞出來 又是你自己搞出來 要一地兩劫去台灣 快節方便 快節方便 省四十八分鐘 所以如果見到北京的形勢 難道肥仔金會看不到嗎 肥仔金不是蠢人 一定不是蠢人 他見到北京的形勢 肥仔金始終他們加上江山 真是打回來的 真是打回來的 雖然有北京支持 都是真是打回來的 是真是打回來的 放鬆有點淵源 兩樣幾個歷史 當年毛澤東那些死仔包 在東北武陣走 誰包庇他 當時就是金勢祖 你想想 金勢祖 當時就是金勢祖 金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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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庇共產黨躲進去朝鮮 如果不是東北一早被人剿滅了 大家要知道 金太祖的抗日基地 最早不是在朝鮮半島 是東北 是在東北 即是本的滿洲國 然後回去朝鮮 再重新搞 金太祖 金太祖 絕對不是蠢人 他看得到你 看得到你中國這樣的形勢 他就利用你這個空間 再在你身上拿多點好處 又和美國打龍通 打你刺激 後面還有俄羅斯 還有俄羅斯 普京沒有理由 我在朝鮮半島 我都有四 遠東地方 俄羅斯 大部分 都說現在最淡定的俄羅斯 為什麼 我告訴你那群憤青 說到熱血沸騰 說要拿回釣魚台 都說 鼻屎這麼大的釣魚台 要拿回 那麼東北呢 我已經拿了 西北呢 愛蒙呢 中華蜜約三百多萬平方高 你大家都不是不知道 大家知道什麼事 所以基本上得益最大的俄羅斯 俄羅斯就不用跟你緊張的 是的 俄羅斯在東北亞 他真是 成就這麼大塊 最大塊是他 他跟北韓還有一點邊界的聯繫 沒有衝突的聯繫 是的 但是你如果 東北亞出事 其實對俄羅斯的那個 安全威脅又不是最大的 不是最大的 他的腹心地在歐洲 沒錯 遠東是一個殖民地 是的 沒有雷工那麼遠 遠東這裏又叫做地廣的人極 中國就一定怕 我的門戶天子門戶 俄羅斯既有我的影響力在那裏 但是對我的腹心地大遠來 沒錯 所以我又既有影響力 對我的安全威脅非常 俄羅斯現在基本上東北那頭 反而最緊張是日本的北方四島 四島 海參威已經吃了 不會還的了 但是還有俄羅斯更加的忌諱 他自己不說就是中國殖民 中國的資金 例如遠東地方的木材 中國的資金大量援入俄羅斯 拿他的森林資源 增加大量中國的勞工過去 很多地方 例如海參威 甚至有人影響 很多中國人 中國人比俄羅斯人多 因為俄羅斯實在太少 人口 這麼大的地方 只有大約兩億人 不只是俄羅斯人口 那邊其實已經有很多俄羅斯東亞 西伯利亞人 那些人 我去過我自己知道什麼 所以真真正的俄羅斯 那邊由歐洲 斯拉夫人 金頭髮、藍眼睛 是極少數人 極少數 所以遠東最多人口的地方 一定是中國 而中國要盡量 要是國內的資金 人、就業人口等等 都向外移動的時候 俄羅斯最缺乏人 最缺乏資金的時候 其實是擔心遠東地東 中國經常說領土什麼 俄羅斯很清楚 誰拿中國最多領土 不出聲 就是他自己 對 那中國將來保不保證 你來用我的幾百萬領土 也就是說 你夠膽改了海參威 問題就是 難保過了十年八年 到中國有液的時候 他來跟你拿回來 怎麼辦 他聲稱我是海參威 自古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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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 清朝的法源 另一邊 俄羅斯整個賓海省 原本都是滿洲 滿洲 滿洲還是魯爾哈赤 那群人搞 他們俄羅斯 沒有可能不知道 還有中國傳統有一種叫做移民實邊 當中國越來越多 中國人過俄羅斯 遠東地方賺錢的時候 俄羅斯一定 沒有可能不知道這件事 每一個國家都一定會研究其他國家 那俄羅斯跟中國這麼大的接壤邊界 他沒有可能會沒有一群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 去幫助普京 難道做甚麼 加科有少許變長莫及的 雖然戰略上有緩衝安全格 整個西法律利亞 但是我在那裡做了三月 不知道是甚麼事 俄羅斯的朋友 你以為他不會緊張嗎 為甚麼 你那個滲透對他來說 是去到甚麼程度 我們現在不是經常說 電話付款等如此 很開心的 俄羅斯認識都同樣一件事 因為我問那些朋友 他們在這個西法利亞這邊 網購是想淘寶的 原因就是 你從中國訂貨 明天就到 你跟莫斯科訂貨 一個禮拜都未來 那你想到甚麼事 山長水縣 山長水縣 也就是喜歡吃了 你說都忘了 就是偉小寶的招 俄羅斯人的工作效率 日常的工作效率 你現在訂貨 那個工作效率 就真的相對慢 相對慢 我試過寄東西去莫斯科 幾個月之後才收到 為甚麼呢 不是說中國那個慢 中國經中國寄去 很快便到了 問題是那些東西 積存在俄羅斯 這個莫斯科的郵局 幾個月才慢慢跟你送 還不是順風速遞 是 他說收到了 他說這邊的工作效率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普京 甚至是其他俄羅斯人 你看到現在這樣的發展效率 還有這樣 要管一下 他一定會想未來 要管一下 他不出聲 但一定會想未來 所以金仔現在主動做了這個醜人 俄羅斯 便落得清閒 沒有 你有金仔在牽制著中國 你不用俄羅斯直接動手 你以為他不知道金仔好用嗎 是 北京比你害怕 我正般其變 我遠東地方日本 南韓 朝鮮 中國美國 你們吵冤巴閉 關鍵時刻我就來了 以前他怎樣拿賓海災 蕭公剛才說賓海災 就是你英法聯軍搞定清朝之後 我就來調停 一調停 兵不血人 百幾百平方工你先拿了 重口 不用客氣 俄羅斯也是未來一個值得 東北亞 東北絕對有國 值得關注的東西 暫時還在幕後 不是站台前 至於剛剛說到 中國四面受敵 中美關係 這刻直接到 中美貿易報導 要講講 你除了熱戰 核戰之外 貿易戰更過癮 先前有很多聽眾 讀者有問一個問題 他們打不打成 我的答案很簡單 利用這個空檔 股票炒上炒下賺錢是很棒的 上落幾百點 進賺 他沒有方向 總之每天上落幾百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根本不可能打 中國的網民自己用天文的短篇 天文是什麼家科 中國網民自己很聰明 不會相信中央老典 天文是什麼家科 第一樣問 假如美國人發動貿易戰 是用石頭打自己腳的 要阻止他打盲戰 這個夠絕 說完了 第二句更絕 如果你說 美國人跟你打盲戰 是要他不要玩 臨埋立馬 如果你和中美是對立的 人家跌下去 踢到他的腳才打 為什麼你要幫他臨埋立馬 應該斷導他快點打 斷導他快點打 他快點死 所以基本上天文那篇短篇 就知道國內的網民 心清眼亮 都不得了 誰不想打貿易戰 就明白了 所以基本上一看 已經知道是打不成 為什麼還要這麼多虛張聲勢 說這麼多 就是討價還價 跟金仔差不多 他不是真的想打 他不是真的想打核戰 他是討價還價 討價還價 討價還價去到什麼地步 其中一件事 大家忽略了 以為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很大 就一定是互相依賴 又是錯得不得了的 我就在網戶上寫了這件事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你不是看貿易總額 而是看貿易構成的內容 有很多人以為 中國買美國那些高產值的產品 電子產品一定很賺錢 你美國人不買 你混蛋了 美國賣回中國很低產值的 大豆、豬肉等 不值錢的東西 中國杜朗都買到了 是不是真的杜朗都買到 這個問題大了 因為中國最大入口國 也是消耗國 但不要以為中國人 吃這麼多豉油才行 雖然黃豆是做豉油 做豆腐 你不是餐餐吃豆腐 黃豆最主要做什麼 宿米人最主要做什麼 國家科呢 其實就是食物鏈 最基層的基礎 你想想 所有動物資料 微料 人造糖 澱粉 是用什麼原材料來的 而不是美國入口的黃豆和粟米 所以你要發覺 食物依存度 表面上看起來 中國好像很自給自足 大部分都解釋了 但其實食物鏈的底部 是靠美國的基礎農作物來支撐 所以你說禁制美國農作物入口 第一個死人 不是死美國 而是死中國 而且中國的農業危機是大的 由以前朱鎔基時代 已經有一個三龍危機 還有很有良心的地方幹部 農業真危機 都引起朱鎔基 但現在是惡化了 因為環境污染 土地圈佔造房地產 你知道中國的農業紅線根本 一組都不在 一組 關地是很少的 所以中國經常自誇 它用世界上很少的所謂耕地 養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錯到不得了 剛才所說的 因為它填充了很重要的基礎材料 就是美國進口的穀物 你沒有了基礎的層之後 上一個食物年是會倒下的 所以我想起香港某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說 美國賣中國是農產品 中國賣給美國鋼鐵這些工業產品 誰先進一點 中國先進一點 大佬 哪一樣是生命之源 拆到最先進的經濟體 例如日本 歐盟 美國 澳洲 必定謀求食物自給 還有它的農業一定要發達 除了自給之外 還要大量出口 所以為何它當地的農會 勢力要這麼大 它一定會保護自己的農業和農民的那個 歐洲也是的 歐洲也是一樣的 牛奶多得倒下海的 你最熟法國 農民說你開放農產品 將穀物甚至牛屎倒 穀物牛屎倒 沒有國會外面 摘得雞飛舊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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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你說它們落口 先進經濟體才重視農業 你再看看以色列 你剛去以色列 你去以色列 以色列為何不怕跟阿拉伯國家打 起碼食物食水自吸自足 沒錯 即是一些北方一些比較少人的地方 或者南部沙漠的地方 沙漠都做菜 盡量種什麼呢 水果 各種農作物 很多樣化 和養牛 多樣化 這裏不是去過蘭高地 我去過的 因為它不會在那裏放很多人口 你怕隨時放很多牛 反正這麼大化的地方放些牛 放無人區 所以它的農業 農業 無論是農類還是其他農作物 顯示有糧食 就是一個先進國家的思維方式 沒錯 所以你講回中國 其實你為何不敢打呢 打不起來 因為不敢打 因為有些命脈被你拿出來 除了食物 即我暫時未寫 幾年前我寫過 故事到今時今日都沒有變過 除了食物之外 另一種很基本的材料 中國都是依賴盡口的 就是燃料 石油 激燃器 你自己為何會試 沒有用 你所有的飛機彈 都要行遊 但中國的石油儲備 只有30天 你玩吧 你隨便打 日本是200天 日本這麼小的國家 它的石油儲備 可以用200天 也就是說 你不用跟中國打的 禁運已經死了 它已經死了 一個星期就不用了 所以除了沒有食物之外 食物也會倒 它的車也行不動 你說戰艦幾先進也好 難道你可以燒柴掛 燒炭燒煤 沒有可能 除非中國自己發展核動力 但是沒有 到今時今日也沒有 那麼中國的重油又如何呢 所以基本上有很多時候 你發展所謂的貿易戰 甚至是熱戰也好 為何中國這麼緊張南海 那幾個小島 石油運輸名物來的 你一禁運它死 它自己知道什麼事 所以不要將一些思維 還停留在大慶油田 什麼工業學大慶 不是 大慶鐵人王進喜死了 用血肉之軀轉油字 它四十七歲就死了 沒有這支歌腸 這些是陽板器 你信就變得真心交 沒有 因為很多油田是枯竭了 一來 它扮都扮得有油 問題現在不是西起東宣 俄羅斯拼命建油館 就是中國 當時之不就是 被人笑到愚蠢到爆炸 十年裏面最高的價格 跟俄羅斯訂了四十年的石油呼應 問題是為什麼按住來搶 都給它搶 原因就是你沒有石油 就這麼簡單 而且不只這樣 很多時候它那些輸油管 你不只是給炸油 你輸油管 可以嗎 然後 沒有錢 拿著俄羅斯手上 中國自己給錢 收油 所以那個附加的支出很厲害 但這個又是命脈 去到什麼地步 其實大家 就是那句 外康是看熱鬧 我看數據 很簡單一件事 先前都已經寫過 兩飯 食物鏈的飯 一帶一路 不要以為它為了歐洲什麼貿易 你看完善經過的地方 例如在烏克蘭 這個新疆建設兵團 你知道吧 新疆建設兵團是什麼單位 就是龍肯的戰鬥組織 去跟烏克蘭最大的國營農場 簽了一個長期合作業議 在烏克蘭有幾百公頃的農地 是專門種植物去運到中國 這就是一帶一路的真面目 你明白嗎 另外北線行走的地方 什麼哈薩克斯坦 就是石油 整個一帶一路的佈局 說得難聽一點 是新殖民 是新殖民 這個殖民不是出口它的產品 是進口它的活命資源 原材料 原材料 就像是輕描淡寫 是活命之餘 所以在烏克蘭和哈薩克 也是地廣人稀 所以在那裏做很多農場 很多 因為哈薩克和中國接壤 在新疆方面 中原之後馬上運過來 所以除了四面受敵之外 你自願要被人夾著你的頸 沒有辦法 所有活命的資源都不在自己手上 所以你發覺整條路線繼續去 中國不停地收購農場 油田農場 全部都是這些 那怎樣跟美國老大 前陣子還公布了一個計劃 在西藏搞管蓋計劃 搞 你玩到這樣 已經是寸草不生的地方 沒有辦法 它可以怎樣 沒有辦法可以怎樣 因為相對於漢地 它那邊的污染相對來說少些 人口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但是那個影響更嚴重 因為青藏高原本身 就是中國唯一的水資源 我試過去青海 真的跟省長談過 他說為何這麼多資源不敢開發 不是他不想 你隨便開 你隨便開那個礦 整條黃河長江都會斬你 因為他自己知道 黃河長高原嚴重 黃河之水天上來 就在那裡 那裡是青藏高原 黃河長江的發源地 都是在青藏高原 所以就是活命之源的問題 你想吃飯還是想喝水 原來是有矛盾的 而且不要忘記高原地方的那些雪線是不斷上去 上去已經全球暖化 而中國的黃河之水天上來長江大水 哪裡來的呢? 就是那些雪溶解 中國已經是一個極度貧水的國家 因為你的水量加上你的那個 不平均的水量加上的人口壓力 和你的經濟發展的壓力 是極度貧水的國家來的 所以不要以為東江水千秋萬世 傻子 有人認為東江水很正的 我不知道怎樣 你去過以色列 你也知道 以色列海水化淡更便宜 它除了海水化淡之外 它是嚴格保護它天然的淡水資源 就不是說好像香港那樣 填水塘死樓的 因為你天然的淡水資源 是更加是珍貴 是的 用錢買不到的這些東西 沒錯 所以中國所謂富起來的解決問題 生存問題 都解決不了說什麼話 真的 剛剛你說的就是糧食和食水 食水 燃料 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的人 是不用喝水都可以生存 就是香港 你不要中國學你 香港人想喝水 不過要供樓 有樓就可以了 不用喝水 這是世界上唯一一種 最化到最先進的動物 就是香港人 不用喝水 填水塘起樓就可以了 不過講起香港的生存問題 剛剛有新的 有新的發展 應該所謂大灣區 這段時間炒得熱 香港境內都還未搞定 剛剛才說 你要劏房 靈南市要交易公園 問題是跟著有人吵 我要交易公園 但我一定要有高爾夫球場 大灣區 應該準備 我猜這幾句 就會有些比較明確的講 大灣區 我猜有些地方政府肯和香港合作 維州正常 對 應該 如果上次之前說的 醫療合作會在那裡開始 會在那裡開始 會在那裡開始 有基礎的 已經有一定的香港的退休人士 有一定的所謂 有這樣的基礎 生活難 是 他遲些應該 如果是一定要封閉式管理 應該會建一個個 香港城 是 會的 會的 應該是遲些會這樣玩的 香港城 會不會好像澳門現在立了這個環環 這樣租你五十年左右 遲些應該 我猜密羅緊鼓 你見林鄭也上去 應該有 你只可以用這個自外發權 來玩 我們之前都討論過 你上去基本上不是很成功的 之前完全不成功 完全不成功 其中一個大的難題是 這個 就是看病 你有人退休的 但是老人家說得不好聽 最後醫院一出入入 怎麼會還在那裡住 如果他不信當地的醫院 他根本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信當地醫院 之前已經有些計劃 是可以傳包 拿香港的綜援 就扔上去 他要綜援的錢 他也不敢去扔上去 你包不到 所以就是一個這樣的問題 應該之後 他就要打通這件事了 問題也是一樣 對 如果你說醫療事故 你跟哪裏法律 香港跟醫委會 我相信全部要用環球模式來決 對 所以唯一成功在境外運作的 不是香港 是澳門 澳門那樣 就是用了澳門大學的機遇 他就劃了一個50年的特區 過了澳門 那真是治療法團 如果是這樣的話 變成香港 就會有境外的香港 飛地 是啊 而他不是這樣 他動不了 但我相信他這幾個月 似乎 我聽這兩個月 他都開始說 似乎在吹 有些東西會出來 但是規模多大 或者是怎樣 一月的時候 其實粵港澳簽了一個合作協議 在醫療上簽了一個合作協議 有些東西他沒有很高調地說 但其實是整個計劃成功的前提 當然他所說 這些所謂的 香港的醫療中心 是給香港的人上去執業的 是給香港人上去執業的 但問題是 你香港之前不是說要下閘放狗 沒有不夠人手嗎 是啊 那你怎樣可以和時間 本地都不夠人手 可以分配上去 我看到那些協議裏面 有一些東西是有些有趣的 就是牽涉了一個 互相的認證和培訓 將會大規模 香港會接收很多上面的人來培訓 去扔香港的印仔 即是將來的做法 就是現在其實都有些涉外的醫療 已經有的 上面已經有一些是香港人上去 或者是專門做所謂的境外人治 但問題是你要大規模地做 其實是不夠的 先前那個計劃 因為我都稱為受惠人 即是商界的保險認證 給國內有些專門的門診和醫療資料 是你拿著那張外人的醫療卡 你才可以享用 港澳台同胞加外國人 基本上是這樣 但他通過的保險公司是完全一樣的 問題是國內怎樣認證 其實是單方面承認別人的 即是你有 其實他暗淨 即是他認了一些相對比較先進的資格 你有那些資格 其實他就給你一張照片 光證 你就可以合法在大陸執業 但反過來其實不行 其實這一定是一個單方面的不平等條例 是 他能夠承認你 那應該將來那個衛港 即是由衛州開始的實驗 就應該會這樣開始 先容許你香港那些私人醫療機構上去 但問題是始終人手理是解決不了 他會有 我相信他在打一個算盤 就是他會有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認證計劃 會是第一 可能他會派一大批人下來香港的醫療 即是由經香港實習 總之是香港扔那個印仔 香港培訓 然後他看著你這個印仔 就讓他在大陸等同你在香港訓練 他敢承認你 但他們這班就不在香港執業了 不是的 這很重要的一點 他應該會下來香港 拿一個扔印仔 然後在上面那裏 當然也有另一批就是 即是香港他本身自己就是 紅褲底香港出來的 就上去 那些應該會是高端的 高端賺錢 即是上面的有錢人 也未必一定要下來 其中一件事 因為有很多朋友已經賺了這個錢 有很多 例如標靶藥 有很多貴的東西 上面難搞 又是香港打的 所以應該他現在出現整件事 就是如果這件事打通了 他說的概念就是一個所謂 醫療共同體 即是給你上去賺錢 醫療共同體 即是給你上去賺錢 是的 他基本上會開放給香港的醫療業界上賺錢 同時間他應該都是用這件事 來借機去 借香港的國際網絡 來增強自身 那些境外人士 直接在落湖、廣州 因為醫療也是一個海外專才的考慮 所以這件事應該是互惠的 其實廣東也應該會肯配合 還有今天我們立法會 涉醫委會的改革 醫務委員會的改革 剛才講過 不可能牽涉到馮博講的 未來大灣區可能醫療才行 醫生註冊條例草案 今天獲立法會通過 包括建制民主兩派都普遍支持草案 似乎這件事 香港是有一個共識 即是不同 這就是處理有限度註冊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吵了很久 上次2016年捉到其中一個 因為現在說香港沒有完全封閉門戶 不是的 第一有兩件事 就是97年之後一視同仁 無論是英聯邦和大陸的醫生 都要考試 基本上理論上是考到事 只不過之前的人已經廣泛的討論 是某個強國的 某鄰近地區的醫生 學格率太低了 如果你只是看英聯邦過半的 英聯邦沒有問題 其實這是第一步 第二件事就是 作為一個專家的基礎 即是你在一個有限度註冊 就不是隨便可以出街執業的 你要在一些指定的地方 主要是用大學 就是請海外專家過來交演 你一定要給他一個牌子 才可以執業 但問題是 如果這件事是用來解決 醫管局的人獸不足 其實是不對的 不是基準校長的 不對的 因為基礎本身是引進專家 你突然間大幅度 將標準降低了 還有這件事是醫委會投票 沒有考試 所以為何之前會吵得這麼厲害 醫生業界方面 去講這件事叫走後門 你會想一下 為何政府自己改上 2016年改都說明 就是醫委會為何它一定不夠票 為何政府一定要自己過半 但如果政府過半 加上放寬有限度註冊的執業 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那個沒有任何標準 就是醫委會裏面的議員投票 假如醫學界失守 沒有了一個過半的否決 醫學界肯定不會放棄 所以為何你見了 李醫生一下子 這就是生死關鍵 這一下子就不惜要拉布 所以說回這個所謂生存條件 大家明白這件事 針不針到肉不知學 但起碼現在的形勢 但以醫學界來說 會反過來玩 會反過來玩 是踩回國界去國內 但我不知道這件事 在醫學界的共識 其實應該是說了數 因為醫學界 唸得醫學生和海外的名額 唸得那麼緊 原因是很明顯 你所有專業的基礎 其實都是一個… 供求的 你沒有monopoly 你不成為專業 即是等於王子華的非差 對… 你一定會這樣 但問題是… 公共有問題 問題是有一個問題 之前也出過 就是當政府增加醫學生學額的時候 剛剛余政的時候 是2000年代初 如果大家記得 政府出現了一個說法 叫結構性裁痴 首當其衝的就是公營部門 就斷了很多 醫委會當年是試過接收不完 所有醫科和業生的 醫生有失業 流浪了出去 所以問題是 醫療醫生界別 一直的業界的利益代表的說法 都是這樣 就是政府所謂 醫生人手夠不夠 其實是相對於他的錢 他夠錢的時候 請不到那麼多人 編制 請不到那麼多人 就是為人手不足 他們的理解是這樣 的意思是他經歷了這件事 但問題是他捏得那麼緊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他看不到一個安全的 如果我開了這個名額 但大規模 我每年都可以加多幾百科 新增供應 你最後 真的可以大家一起開兜 如果你看到 你要去開放市場 是他可以上去 是吧 他又可以 或者有一個醫療產業的話 其實他未必介意你開 其實未必 這就是大家的 拿不拿到那個資訊可以通報 中國本身的醫療服務都不足 其實有少少 他是一家便宜兩家著 因為其實中國本身 醫療的信心都是不夠的 他要派人下來香港打印仔 他要的其實 這是他們需要的東西 如果這件事成為香港 以後可以 可以出口的重點 出口的 出口專業的認證 然後這些都是你香港人可以相信的東西 你可以看著這個香港 他在香港打印仔 我可以相信 那個就是有香港的水平 如果這件事做到的話 就可以令到香港人拿著身份證 上去都可以拿到香港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 融資問題 醫療融資問題 你上面上去 如果是衛港 很簡單 有兩種模式 你用醫館的那個是融資途徑的 到底你用什麼是融資途徑 如果你是殖民區的話 就無所謂的 你就上去 你就要跟隨醫館的收費 拿著身份證 就是資助 你真的環球模式 你真的環球模式 是完全殖民的 無所謂的 就是內地延伸政策 反正落宅奉狗 你也有意思 你這樣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照計 任何人在那裡看了 不會在香港看 資助不會不平等的 還有你分流了很重要 你分流了上面有地 你香港建醫院 含打含煞 床位也有 還有你那個基層服務 你那些人是便宜很多 不單是便宜 是香港這一方面 一些嚴護性的 你出很多人工 都很難找到人 所以其實是有數可以為的 做得到的 另一種模式 就是一種醫療保險形式 可能如果你未必可以做到 那麼直接 譬如真的醫管局上去 搞醫院 然後又可以 利用香港的 不是這種 可能 醫療保險 認證 政府負責認證 哪些我在上面 是我自己扔完 認證我承認它的 你拿著 這樣可能 這是另一種方法 其實是另一種戶籍制度 力務會議 就是令到香港可以享有等同 將香港的戶籍 即是叫輻射 在這些區域 香港變成了一條二線 深圳何以北 就是得條二線 深圳二線再退 這個就是實現了自由流動 所謂人流或資金流 如果你在歐洲那個 你不是單向的 歐洲那個是雙向的 香港不敢讓你雙向 自由行政加這麼大 一向的假設都不應該是雙向的 凡人都說你疫苗就搶到貴了 你走不走 奶粉 就搶斷了 所以基本上 香港不能完全抄欧盟那種 不可以的 somehow要是一個adaptive version 即是一個改種的模式 到中國的互動是甚麼模式 就似乎應該香港出口多 又不是進口多 我想現在之前說 那個醫療合作都是這樣的概念 如果將香港比較先進的體制 就是向廣東內陸的某些地方 其實廣東亦都會歡迎 即是剛逢廣東 他應該將來的玩法就是這樣 他起完那些用港式管理 真的跟隨你那一套 他可以境外的人士在那裏就醫 而香港人亦都在那裏就醫 所以他是一家便宜兩家著 他如果做到這件事 你將來上去 加上其他的所謂社會保險 住房、公積金等 他都被等同國民待遇 但最敏感的是 剛才的樣子說 法律是否進香港這套 為甚麼呢 大陸的醫生都頗無良 明白嗎 但香港醫生 大家知道不是那麼無良 起碼有規有矩 但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香港法治精神 法治的基礎 你還要執法呢 你明白嗎 制裁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其實在歐洲的醫療合作裏面 都是一個最棘手的問題 牽涉到人命 就一定要先解決這件事 問題是人命的基礎是人權概念 他都不當你有人權 一輪豬一樣 人命是否人命 所以發展這件事最難出口 他只有幾種方法 最後很可能他解決不了這件事 就是用香港的認證當作是 但其實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似乎真的可行得到的是環球模式 是嗎 你真的整個跟香港法律 你真的整套搬上治療法 你走不走 正如剛才所說的 你有甚麼醫療事故 你動誰 他擺通法官便完成了 一兩回事 香港的法律是保障了言論自由 你有甚麼醫療事故 醫院想密蓋 但是你那個傳媒一公開的時候 不止的 國內另一個極端情況 經常打醫生 醫罵 醫死一人遊街 醫罵 醫生讀鬼氣的時候 又打病人家服 醫生讀鬼 原因就是根本大家都沒有法律保障 沒有信心 唯有變成森林法律 森林法律是誰惡誰說事 是很慘的 所以香港要出口 如果你真的可以用自外法團 我知道 變成一個新的橫行模式 放在香港以外 放在大灣區的話 反而這個唯一可能會得到 還有廣州都可以利用這些點 去服用他一些比較高端的海外專才的需要 令到他可能都吸引到 譬如說國際的專才 如果他要選在廣州廣東做事的時候 他有考慮的 他可能會選香港 擔心上面的醫療不行 如果這件事對他來說 其實他有個誘因去做 廣東一向是最開放的 他想做的 我想這些他肯做的 心理上是最開放的 所以如果 你真的用香港那個出口的輻射模式 即是向香港那條二線向北 其實等於香港和大陸的福心地緩衝 那未必直接有大量人口 那些地方 如果你有香港的 那未必自由行都未必需要湧下來 很多是買東西 如果你買東西放在那裏 醫療你全部 基本上那裏當作一個緩衝環 當作一個小香港 我買奶粉是買到香港質素的奶粉 我為何要生長時間走 就不像這個所謂 河濤邊貿區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看到網上 有一些聽到這個 剛剛橫琴模式 馮國剛才你說的那些東西 就有很多 即是要將我們香港生產 踢上大陸 我覺得大家 你有甚麼情緒 政治立場一件事 這件事 最好先看一看清楚 先不要即時罵 因為如果真的 在自外發權的模式 沒錯 對香港不是有損害 那大家都說 只會贏 因為你是把香港的那條線 北移 香港和大陸的福心地 多了一個緩衝的時候 未必是不好 問題是做不做得好 還有香港現在這班官 有沒有這樣的長遠眼光和魄力 去做好這件事 這個反而真的是大問題 因為你派四千元都搞到一鍋跑 我都未見過一個先進經濟體 這麼高度發展的地方 所以廣東人的那個結合語很厲害 十世之前 都知道阿茂是不適而做餅 要做阿茂就不要叫做餅 這麼簡單 他想要做大個餅和分餅 不是不只做餅 還要分餅的那一鍋 是阿茂來的 即是你現在有一個很差的東西 把整個社會的焦點 和那個精神力量的時間 消耗在怎樣拿四千元那裏 分了四千 更加重要的 好像剛剛馮博說的 這個橫琴模式 橫琴模式 為什麼會值得說呢 因為我經常說 如果我冷卻到任何戰爭狀態 最重要是採取盡攻 你要保障自己的地盤 但是這件事是吃別人的地盤 或者我會這樣說 我們一向是忠誠的 他對大陸對香港有所求的時候 你有手上的籌碼 其實你服用到他的利益 他未必要當你是眼中釘 是的 你不要理北京 只是廣東這裏 他們長遠來說是有好處 我提升了那個水平 他不知多開心 全國他得了這個優勢 廣東自己掩著半邊嘴笑 就算你 記住國父都是用廣州來做基地 老實說你廣州有得黏著香港 他可以利用這個優勢來全國獨有的 還有你說 你的本土派 你說要防守香港 剛剛蕭公說了 除了進攻 你就算真的防守 我當你防守 廣東省來做個結盟行不行 我都要忠心防守 你的戰豪都不是一層 你的戰豪還可以有幾條 你防守 你哪會在龍門前面防守 你當然起碼都在禁區外面 面對足球是由中場開始做防守 龍門只是最後的防守 不是說什麼大人不大中華交易 而是客觀地你看那個趨勢 我就這樣看 他突然可以當他趨勢 的而且確 整個大灣區的同城化已經出現了 他本身是同城化 所以其中一個策略 就是國父孫中山 絕對可以學這個 應該是國父學習 他都是用廣州來革命基地 如果香港要自保 你不只是防守 要進攻的話 最佳盟友就是廣東省 其實廣東省難聽些 廣東人領藍那群人 根本不當你中原那群人 還有很特別的文化現象 如果真的你上去多的話 保護廣東話運動 在大概40歲以上的廣東人 其實他成長的文化 其實是看TVB大的 而他講的 其實他講的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現象 是整個廣東省的粵語 在這20年有一個很大的吹哄 是香港化 香港化 是吹近了廣州和香港的口音 這件事是以前很分層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 第二件事當然另一個問題就是 所以其實已經剩下兩個主導 普通話和香港或廣州式的粵語 而上一次的保護粵語運動 香港還未曾開始造反 廣州已經上街了 而且很激 所以其實一直在他們那個 因為你的語言決定了 你接收資訊的來源 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上面的人說 其實大陸是有些地方 是收到香港的收音機 是直接影響的 收到香港收音機那班是黃絲 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 收到就是直接的 這個會影響 你的資訊的來源絕對會影響 我只是想想想 當年這個中國夢未出現的時候 憲政夢是哪裏被人抽起的 南方周末 亦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整個中國大陸 其實只有三個省是有錢賺的 其他全部是賜錢的 基本上哪幾個都要養他 上海就養長樓華東 廣州都養了南邊 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廣東方面 在全… 其實他比上海差一點 因為其實他在政治上其實沒有什麼權 上海反而你之前還有上海幫 但你講究基本上 廣東都被人當提款機 廣州那些人為什麼說離心 是不授加 另外還有你看回廣東的經濟實力整體 不要說中國在全世界來說 知而實來計 廣東是有份的 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 不是獨立政治體 問題是廣東經常被打壓 就是因為他的實力 其實他是怕這個廣獨比我們的廣獨 他怕那個廣獨越多 那個廣獨 那個廣獨 那樣子就明白 所以為什麼你會發現 上海已經是直轄市 但是廣州不是 就不明白 他們自己心照 上海從來沒有獨立過 廣東歷史上出現很多次獨立的 但是孫中山也在廣州打上去 是 同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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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南北朝的陳巴仙 都是由巢關殺之軍隊上去 搞定行境 所以天然那個 和嶺南的地域 你知是湖南下來的山區 嶺南是一個地理上天的生計 不過相對來說都很清楚 真的 一是講普通話 一是講白話 一是講到白話 很清楚 現在已經是所有地方的謊言 在廣東地區 已經基本上消滅了 歸了邊 歸了邊 一是跟廣州香港 一是就講國瑜 是 很清楚 其他比較邊緣的 邊緣了 潮州話那些 自死一國 自死一國 是因為北京強力推行普通話 同語 即是同文化 難聽一點 任何帝制都是這樣 跟文童 一定要做這件事 問題就是 是基於你本身那個地方 那個文化 基礎有多強 來反彈的 也就是說 北京強硬推行普通話 在廣東大部分都搞定 只有一種地方搞不定 就是粵語特別強的地方 不是說那些人容許你歸邊 而是北京沒有辦法令廣東話歸邊 而其他弱勢的 所以真的肯認作謊言那些 就被普通話滅造 而且你看看 近這百多年 廣東向外國移民 廣東對外聯向國內陸 這件事不是說 近十年八年那些 走出去外國那一集 孫中山籌款都是靠美國華益 那你明顯 不如我們說近一點 就是說 其實廣東的發展 他都面臨下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他剛剛過了 中等收入 是的 他怕的 他如果第一個就先把他 他第一個先 那邊多負責 即是撞到路上 Heroe Fox 最狠一隊先是他 其實他近的 他很接近那個位 他更加需要提升他的水平 他很接近那個位 再搞前店後廠的模式 一早已經知道不行了 汪洋主政廣東的時代 都會說我要騰龍換鳥等等 所以其實他更加需要 通過香港去提升他的水平 其實他需要的 我想從大戰來發展 我想坐到 你說整個大 不是說那種鬥不鬥氣的問題 香港人懂不懂討價還家 像我剛才說 當你有談判條件的時候 你居然不去拿好處 是呀 很奇怪 他拿的好處 你是在給一小撮人拿好處 還是我們700萬人一起拿好處 這個真的很重要 我想在未來這幾十年 香港要面臨一個 我想認識上的轉變 雖然你能不能夠決定 如果能夠做得好的 你真的不用填好 因為你變相輸入土地 正呀 你要保留那些哥爾夫球 你又要保留你家裡的公演 是兩者可以兼得的 可以兼得 你就開發了它上面 你就可以又有 我記得這個 你搞直文 這個前文正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他招呼廣東的一些官員來香港 那些官員怎麼說呢 他說很佩服香港 高度發展八多年之後 竟然有七成綠色土地 四成是郊藝公司 我上去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我去到所謂三省交界 我之前去到廣東、廣西和湖南的山區 其實現在的環境已經起得相當不錯 如果比起我們二、三十年 完全不可同日而遇 不過問題是 旁邊的環保意識已經強了很多 旁邊的產生物 全部都種了樹 但是你會發現很吉義 是沒有鳥的 沒有鳥 那些鳥 你會發現整個大片森林 都沒有什麼鳥飛 沒有鳥 沒有鳥的 沒有鳥的森林 但是你看香港 你在香港行山 你會發現生態多樣化 因為你重新綠化的東西 你只能夠控制到人類能夠控制的東西 先前已經全部都是荒漠化的 有很多蜜種已經遷走 沒有了 沒有了 即使種一棵樹又如何 蜜種滅絕了 你也控制不到回頭 雖然感覺上 已經不是二、三十年 完全粗放那種發展 他自己都很聰明 他知道要在旁邊 埋葬了樹 剷完樹 你會看到一片綠色的 但是那種感覺 你看下去 跟你在香港的家屋 你自己感覺一下 是人工的 是呀 差很遠的 我最震撼的是 我們包車的師傅 是北方人 我們在香港討論的時候 就是在討論這件事 沒有鳥 沒有鳥 然後師傅跟我說 其實 說覺得是哪些南方 就是山青水獸 我們對同一件事 他說山青水獸 我們就說 他 是 我們說他好像 所以你真的差很遠 你來香港看看 麻鷹 馬幾仙 嚇到 是鷹龜巢 在黃昏 是呀 你嘗試上山頂行山 你真的看完之後 有一次我走路吉道 有個角落位真的很棒 你真的完全不覺得自己身處香港 沒錯 山谷也有飛魚 你閉上眼就聽到鳥仔唱歌 為甚麼樣子 經常提出這件事 香港經常有假矛盾出現了 很無聊的一件事 打交野公園主義 別人大陸現在更加需要你管理交野的技術和制度 別人最羨慕你那件事 是的 你保護水土那件事 英國人最大的功德就是 沒錯 如果你看譬如在博富林水塘 頂你的肺 百多年前起的 第一個 第一個 全香港第一 你想想亞洲第一霸 亞洲第一霸 亞洲也沒有這麼高 還用得來想想 當時的水平 即是說 其實基本上 現代化的步伐是一百年前已經開始了 你這件事才是最值錢的 沒錯 英國戰後第一件事 除了重建香港之外 就是廣泛積留 因為日本掠奪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時候 他斬很多樹 他運回日本當作戰略之餘 英國佬日本走了之後 重新積林保護水土 培養戰後幾十年之後 物種才會回來 幸好日本人很長時間在香港 不能用那種粗 完全掠奪你 他時間夠短 他時間不夠時間 因為都死的 你都好像變了 我剛才說的那些 你旁邊已經產了 水土已經流失了 你重新種的那些都沒有用的 沒有雀鳥飛的 因為那個生態的多樣化 已經被你產了根 香港有一個生態多樣化 一個很明顯的就是 麻鷹滿天飛 因為麻鷹是你神 只有最多的基層和中層的狀 才可以養到這麼多的雀鳥 去餵那把麻鷹 而這些無論是斑溝 白鴨還是其他雀鳥 也有足夠的淋木 和不同種類的植物 去養牠們 昆蟲去養活這些 所以香港的物種是極度豐富的 天空之外很豐富 所以香港的類型的生物種類 其實是佔全中國大陸一半以上 因為香港是中國大陸 是中國大陸的 有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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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一個中途 但其實有一種最古怪的生物 在香港是很稀有 受到極度的保護 那些叫做 戈爾夫球運動員 不知道為何他們佔用物種的空間 是最多的 運動員 運動員 富豪 不好意思 戈爾夫球 他們有沒有參加過亞運 奧運運動 還是他們跟老虎活視比賽過 參加過的不是那些 戈爾夫球 這班不是運動員 戈爾夫球會員 戈爾夫球會員 這些就是幫助獨有的生態環境 這些環境完全沒有幫助 有生物 是嚴重破壞 因為戈爾夫球的草 本來就不是香港本身的草 是進口的 進口之外還會下很重的流域 是不懂得向香港做的 剛剛突然說 到底我們在說的東西 是否跟香港本土有衝突 我倒過來想 如果你在上面是有那些 香港的所謂輻射 制度的力量投射的地區 其實那個好處是什麼呢 你想想 人家千方百計 都是想下來香港 那不用下來香港 叫他們去那裏 你有一個殖民地 給他路牌 他指著去那裏 誰先保護香港 你想想如果我們繼續沒有 你就會面臨什麼衝突 要考慮主動進攻 你要主動梳度 你想想他怎樣 其實他也是會有這個需要 在這裏 而且你要知道 土教華人 你要保護香港目前那個 老實說 你新界東北都迫在人離截 老實說 大規模發展會迫在人離截 你怎樣能夠令到 老實說 可以盡量保護到 香港原有的那個舒適度 那個不乏呢 因為香港的市區已經是出奇地 不合人性地擁涌 這個叫生存空間 你香港的compensation 你就是很近 全世界都沒有 這麼近的郊野公園 這麼多的 其實這件事是全世界很罕有 其中一個令到香港 是一個移居的地方的基礎 這個有競爭力 現在有些人說 你打去主義 或者消滅它 這個就是 是吧 分散敵有 大家還要留意 你說要剷膠野公園那些人 你留意 中國現在是很重點保護自己的林木 是的 它的木材 去更環林 因為它在九八年 九十年代 由華東水災到長江水災 它知道再這樣剷掉 它會影響到它的那個 生育法治 所以它很多是退更環 甚至這兩個地方 它做得有一個成績出來的 它的意識強了很多 東北地方 有西伯利亞的虎 西伯利亞老虎 遠東地方的俄羅斯 走回來 發現虎中 即是已經開始有些意識 恢復了 恢復了 另外雲南的野象 夠大 那個數量也有增長 即是它的保護森林的意識 強了 政策也看到成效 在某程度上 我不是說完全好 這件事已經是中國 意識到的問題 還有一個環保的趨勢 香港早已有這個條件 香港其實是應該 你這麼愛國 你應該幫中國做得更好 你不是說 帶頭做個壞榜樣 去給中國 那些是敵人 那些是朋友 所以這件事就是 要防守香港 就不是只愚蠢地被動防守 想想有沒有主動進攻的空間 好像逢你有討價還價的力量 你再想回 如果最初你肯去談 當然新界都沒有發展 都沒有想 現在深圳全部迫滿了 還要吃你 打算這些東西 你哪有沒有 你寧願給他吃 還是你吃他 因為當日你肯談的時候 可能隨時你在深圳買到地 你意識向北去 你不想搞什麼團海 勞民相財 還要不知多少十年之後 你深圳發展 現在它基本上 你已經包圍了香港 你頂住了你 你只能夠跳過去在上面 找其他空間 但如果你想回 當日如果有這個意識 可能你以某些位置 你向他買了 其實已經解決了 都已經可以好玩 所以想一下 其實如果 在深圳灣那邊 當日未開發 就是那邊 你一早買了 他已經搞定了你的 什麼 這些就是原來 完全是沒有遠見 沒有想 八、九十年代 跟他談 那個搞定了 有很多所謂香港人 就自在賣香港地 怎麼會幫香港去賣地 炒樓發財 團地發財 才是他們的目的 所以變成分析 敵友這一下 大中華交流 反過來 你真是香港的 所謂戰略定位 你不是只是防守 你沒有想過進攻 就是惡君子 無論在任何政策 都可以有香港本位 香港本位的融合 應該要有這樣的主張 本島派 是不是缺乏這件事呢 因為你聽起來好像有一些 吊鬼 又本土又融合 本土是拒絕融合 不是 本土是自我生存 其實 但首先 本土這個是最終目的 那你先認識一下香港的本土 我經常都說本土派不讀書 你明白為什麼 就是橫琴模式 要別人各地給你 不是你各地給別人 這件事都不想 搞錯 那你一旦在那裡吵 那你不只是叫本土就是本土 雖然我也不想說 何君堯那一句 你有膽就對想他 有膽就揭桿你 說明我們的揭桿起義 不是那個形式 不需要 另一種戰略 可以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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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世界上最終都是說 和平的基礎是互惠 你要爭取中港之間的和平 你一定是有無利的基礎 那你上去和別人談 你有沒有益得到人 這些都要苦心自問 你起碼要知道自己有什麼優勢 你有什麼益得到人 你有什麼需要別人可以給你 但是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頂你的政府 做政府那些不知做什麼 團地 自己有負責團地 錢又保持住 我寧願花幾億行政費 都不頂你 神經病 你是什麼行為 在香港市民的角度 當然政府自己計算 如果我省了 每人給少兩千 有些人不給 我就省了幾百億 但是 你的觀感就是 這樣也算 還有把全社會的焦點 搞到四千元那裏 更加重要的事情 做不到 這些就是政府 政策創架 之前說 你可以去廣東浸溫泉 不用去日本 很傻 你不提日本是沒事的 你突然間突然拿了這麼高的標準 跟他比 就算他本身是好 你看 你一跟日本比完之後 你都覺得他是差事 前高官那個 吳克劍都以教育局的身份 以身作則去日本浸 你要推銷東西 你都不要搬西斯出來 你是不是 這些低能 找這些人推銷 粵港澳融合 是賭米的 絕對賭米的 是賭米的 這班人最不想 粵港澳融合 向一個健康融合的方向 就是這班人 就是這班人 所以問題就是 講融合 民間不信任 都有基礎 看到這班契弟在賭米 而這班契弟 是他們故意破壞粵港正確的方向 為什麼 你如果可以用一種土地向外發財 來做的話 他們手上的物業、土地 有機會貶值 這班人是拿最多物業 和團職最多地 團地在做財政 那些利益衝突其實很大 是的 如果你說香港的司法管轄權 可以突然間 以一個幾乎香港倍數 在大陸有 說你很多基本香港的 因為好像炒黃牛飛一樣 公吾求 你起這個就起不到那個 那你炒貴了 很多東西都是 這就影響到黃牛黨 香港現在被黃牛黨 壟斷了社會命脈 黃牛治港 不過那個是炒飛 這班人就是炒地炒地炒樓 是嗎 不同的 你不看黃子華一次都 當然是一個損失 但是現在在說的 不要那次這麼簡單 真的你的生存 你的樓是一個很基本的生存需求 土地和樓宇 是啊 你老實說 不單是撥完東西又要生小孩 你都沒有地 那你說什麼 第一沒有地方撥 撥在那邊 你真的自我滅絕 你這樣的玩法 是啊 想到這件事主動進攻 不要只有黃牛治 時間有限 阿楊出來 辛苦了阿楊 好 下次再見 再見